天才成交手 我的弟弟就是刚 嗨,我是明尼 欢迎收看全新刺激故事系列之 篮球场悬案 我是海岛地图上的一名美女警官 我有一个上司 他叫杰瑞 这个上司杰瑞性情非常古怪 经常无视上头命令 行动鲁莽 而且十分严肃无趣 因此经常被上司处罚 我也跟着被连累了很多次 躺枪背锅的几次经历 一度让我非常讨厌他 但是和杰瑞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我也发现了 他的脑洞非常大,屡破其案 在他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就在刚才我们收到了 来自学校篮球场的报警电话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 他的同学在打篮球的时候出事了 这同学打球受伤 不是应该赶请叫住户车才对吗 怎么会先打电话报警呢 可是杰瑞警官反应迅速 叫我马上准备一下 而他一同赶往现场 没有办法 谁让他说我上司呢 敏妮,你在那里发什么呆 还不赶快上车 好嘞,这就来 就这样我们从警察局一同出发 前往学校的篮球场 杰瑞警官,我们为什么要去学校篮球场呀 不是只是个意外吗 交给医院处理就好了呀 我一开始也和你有一样的想法 但是局里的人说 这个报警的人是他的女朋友 在电话里很慌慌张张的说 自己的男友是被另一个暗恋他的男孩所搏害的 所以我们要去现场看看情况 我的天哪 居然是女朋友报警 称自己的男朋友被人谋杀 这剧情也太狗血了吧 我的八卦小天线已经按捺不住竖起来了 这个瓜我好想快点吃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爱情三角恋呢 敏妮,你要认真一点 你要记住你是个警官 你是去办案的 不是来搜索八卦的 知道了,杰瑞警官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学校